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新进展巴西圣保罗公益大火仍然有44人失联 天然气罐或者是高压锅爆炸或是罪魁祸首 按兵不动 美联储决定5月份暂不加息 但6月份加息继承定局 我们看一下朝鲜近日宣布将会全力地开展 经济建设的新的战略路线 同时韩国的官员就说 在上周的韩朝首脑会晤期间 与会的朝鲜官员间接地邀请美式连锁快餐店 麦当劳到朝鲜投资 据朝鲜中央通讯社报道称 朝鲜劳动党 国家经济机关 武力机关干部联席会议 于4月30号在平壤召开 讨论了贯彻全力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无线 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带来革命性转变等问题 此前朝韩首脑会晤的与会朝鲜官员表示 作为朝鲜经济现代化的一步 朝鲜见机邀请美式连锁快餐店麦当劳和美国的其他大企业到当地投资 另外5月1号下午2点开始 韩国军方正式拆除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的对朝扩音广播设备 与此同时 韩方表示捕捉到朝鲜当天拆除扩音广播设备的迹象 对此 朝鲜官方尚未对外发布消息 据了解 目前朝鲜在军事分界线附近 设有40多台对韩扩音喊话设备 且大部分设备为安装在地面的固定式 韩军则共有10余台移动式扩音设备 30余台固定式对朝扩音喊话设备 1963年 韩国开始在军事分界线安装高分贝大喇叭 进行对朝广播 朝鲜一直对此强烈谴责 并采取了相同的措施进行回应 根据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达成的版文电宣言 韩朝自5月1号起 在军事分界线一带停止包括扩音喊话 散布传单在内的一切敌对行为 4月30号 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 通过关于修改平壤时间的政令 政令决定将平壤时间改为东九区标准时间 比现在的平壤时间早30分钟 并从5月5号开始使用修改后的时间 这一改变是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提出的 他认为北南要实现民族和解与团结的第一步 首先要统一目前在朝鲜半岛存在的两个时间 我们再来看不久前 美国西南航空公司刚刚发生过航空事故 造成了一名乘客死亡 而当地时间的2号 这家航空公司再出事故 一架航班的悬窗破裂被迫改向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机场 那么索性的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2号当天 一架从芝加哥飞往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的波音737客机 在飞行途中 由于客机的一个弦窗突然破裂 导致紧急改变航线 迫降克里夫兰霍普金斯国际机场 西南航空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 客机平安降落 此次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该客机已停飞并接受维修检查 包括一个多层玻璃闲窗的维修 机上当时载有76名乘客 目前美国联邦航空局已就事故原因展开调查 近期西南航空事故频发 上次的重大事故发生在4月17号 当时西南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市飞往德克萨斯州 达拉斯市的波音737客机 因引擎爆炸 机身损坏等原因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国际机场迫降 一名乘客死亡 引擎爆炸事件导致数十架航班被取消 随后 当时乘客陆续收到了 西南航空公司首席执行官加里凯利的致歉信 随信还附上了5000美元的支票 及价值1000美元的搭机礼券作为补偿 位于巴西圣保罗的一栋废弃的24层的公寓楼 在1号发生了火灾之后坍塌 那么根据巴西媒体环球电视台的报道 截至目前仍然有44人下落不明 那么火灾可能是天然气罐或者是高压锅爆炸导致的 报道称 目前圣保罗当地政府暂未查明这40多名居民的下落 但这并不代表大楼着火时他们在现场 也不意味着他们处于废墟之下 当地时间2号搜寻工作仍在继续 消防人员出动挖掘机清理瓦礼 并动用无人机寻找失踪人员 消防部门称 目前正在全力营救可能被压在废墟下的人 但随着时间流逝 被埋人员的生存几率正在变小 圣保罗州公共安全部秘书阿尔维斯表示 火灾可能是天然气罐或高压锅爆炸导致 而火势之所以蔓延如此之快 或与建筑材料以及楼内有比较多的易燃物有关 针对此前有目击者称 火灾由一对食用酒精做燃料做饭的夫妇之间的争执引发 阿尔维斯回应称 这起事件不一定跟火灾有联系 具体失火原因需等到调查结果出来才能知晓 1号凌晨 这座位于圣保罗市中心的废弃的24层公寓楼 发生火灾后坍塌 据消防部门提供的最新数据 发生火灾前 该公寓楼内有146户家庭 372人非法居住 所幸大部分居民成功逃生 圣保罗民房局表示 近期将展开针对全市处于类似状况的70座大楼的安全检查 再来看一看当地时间的1号下午 在日本大阪的环球影城的主题乐园之内 名字叫做飞天恐龙的过山车 因为安全的原因是被紧急制动了 那有64名乘客是被倒挂在空中将近两个小时 2号日本环球影城就此进行了回应 并且公布了最新的调查结果 据日本环球影城公布的消息 事发当时正在运行的过山车的发动机零部件出现异常 传感器在检测到故障后发出讯号 导致过山车紧急制动 工作人员在当天更换了问题零部件 并进行了试运行 在1号当晚恢复了过山车项目的正常运行 目前出现问题的零部件已返回制造厂商 具体故障情况有待进一步查明 据报道 此次出现故障的过山车项目名为飞天恐龙 全长1124米 最大落差约40米 是日本环球影城中最具人气的游乐设施之一 故障发生时 有两辆正在运行中的过山车被紧急制动 其中的一辆被悬停在了距离地面30米左右的高空 随后工作人员逐一将车上的64名游客安全疏散 整个过程持续了约两个小时 期间所有乘客都处于倒挂状态 虽然本次故障并未直接造成人员伤亡 但这已经是飞天恐龙在最近三年内发生的第四次紧急制动 日本环球影城于2001年开源 由于不断吃巨资 推出各类颇具话题性的游乐设施 受到了世界各国游客的欢迎 2017年入园人数达到1500万人次 连续第四年刷新历史记录 其中外国游客的数量还首次突破200万人次 有分析指出 主题乐园过于追求推陈出新 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现有设施的维护保养出现疏漏 特别是在旅游旺季 为了应对大量到访游客的集中性需求 不少游乐设施普遍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 用于检查维护的时间大幅缩短 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安全隐患 此次故障的发生也为日本各大主题乐园再次敲响了警钟 在美国东部时间的2号 美联储在结束了5月份的例会之后 发布了利率决议的声明 决定暂不加息 美联储发布的声明说 3月以来美国劳动力市场持续表现强劲 经济活动温和增长 最近的数据显示 2017年4季度美国经济增速放缓 而商业固定投资继续强劲增长 同比来看 整体通胀和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通胀 接近2% 美联储决定 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 维持在1.5%到1.75% 美联储在声明中也重申 美国当前经济形势能够支持继续渐进式加息 市场普遍认为 美联储今年还将加息2到3次 美联储此次声明发布后 美国股市由平盘转为上涨 衡量美元对6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 在触及2017年12月以来的新高后 在会市委市下跌0.15% 收于92.314 对于美联储的这样的一份声明 市场怎么样去解读呢 我们来听一听CNBC财经评论员陈倩 从新加坡带来的分析 那么对于5月的这份美联储会议声明 联储按兵不动呢 其实是符合了市场的预期 而市场在意的是能够从中得到暗示来确认在下一个月 6月份的联储的会议当中是否会加息 那其中呢在刚发布的声明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措辞变化 那刚才新闻呢其实也有提到 那就是呢声明表示 整体通胀和剔除食品和能源的通胀呢 都在靠近2% 那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上一次会议的声明 那其中对通胀的表述呢 是继续的低于2% 那么这毫无疑问呢 是给了不少人一颗定心丸 让他们确认了美联储呢 会在6月份加息的决心 因此呢我们从联邦基金利率的期货走势 可以看出呢 当前投资者们认为 联储会在6月加息的概率 已经是达到了95% 那可以说6月加息呢 将是非常大概率的事件 但是另外的一些信号呢 确实让投资者认为 联储呢又同时释放出不够鹰派 甚至于偏向鸽派的一些信号 那其中呢 此次美联储在声明当中呢 是删除了经济前景近几个月 走强的这个措辞 那市场方面呢 对此的回应是啊 不够鹰派的联储声明呢 是使得美股先冲高 但是在最后一个小时的交易当中 大盘跳水三大指数呢 是纷纷的走低 那其中 刀琼斯工业指数为盘跳水下挫超过 174点 跌幅0.72% 标普把指数呢 跌幅同样在0.72% 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是达到了0.42% 而美债收益率呢 有所走低 其中两年期的美债收益率 从十年的高点回撤 都是因为市场意识到 联储呢 依然不够鹰派 我们也会为您持续的关注 再来看一下新西兰呢 在周二的时候宣布 为了避免税收上的漏洞 那计划呢 是向那些通过海淘 去购买书籍鞋子 还有其他小商品的人群 征收15%的税费 新西兰税务部长斯图尔特纳什表示 购买新西兰商店销售的商品 需要支付15%的税 但由于漏洞的存在 大家可以从国外购买低成本商品 且不用支付这15%的税 新制度将向这些海淘商品 同样征收15%的税 如果该制度得到立法者的批准 或将于2019年10月开始生效 据报道 新西兰当地的实体店零售商们 对政府的这个计划表示十分欢迎 事实上 如何像从亚马逊等公司 买来的海淘商品征税 一直是让许多国家烦恼的问题 据悉 澳大利亚就计划 在今年晚些时候 对这些低成本商品征税 而欧盟则打算在2021年前 开始征收此类税 聚焦公司企业感知经济脉动 这些事你要知道 寻求上市 小米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 估值获进千亿美元 申请获批 瑞银成为首家在内地申请 控股证券公司的外资机构 关门停业 数据泄露丑闻再度发酵 剑桥分析公司关门停业 我们来看一下北京时间的5月2号 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小米公司 正式向香港联交所 递交了招股说明书 目前已经在申请 在港交所挂牌交易 那业内的人士就预计 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 那么预期小米最快 可能是在6月底到7月初 在港挂牌 那综合市场的消息 小米的估值将可能是在 6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 那么上市的市值 可能是可以达到1000亿美元 那将会是继2014年 于美股上市的阿里巴巴之后 全球最大型的科技公司的IPO 那么港交所的行政总裁 李小佳是曾经直接地表达 说如果说小米没有来港上市 会感到惊讶 那么在招股书中 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 小米将会采用一个双股权的架构 而小米的创始人雷军 则会拥有小米的绝对控制权 小米实行双重股权结构 分为A类股份和B类股份 当股东表决时 A类股份持有人 每股可投10票 B类股份持有人 每股可投1票 根据雷军持有 A类和B类股票的情况 雷军的表决权比例超过50% 为小米集团控股股东 在经过多轮融资之后 小米仍然保持了管理团队的 独立决策权 小米公司的股权架构 类似于阿里巴巴 是VIE架构 除了小米科技之外 目前小米公司旗下 还包含有小米通讯 小米支付 小米电子软件 小米移动软件 小米软件技术 以及小米数码科技 等至少7家子公司 而鉴于当前的这种VIE架构 如果不进行特批的话 小米采取A加H的 这种结构的可能性 非常的小 此前关于小米的上市地点 也是多有传闻 而这次业内人士估计 小米很可能会在上市之后 回归A股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昨天瑞银已经正式成为 首家在中国内地 申请控股证券公司的 外资机构 那么4月28号 中国证监会是公布了 外商投资证券公司 管理办法 允许外资持股的比例 最高可以达到51% 在5月2号的晚间 中国证监会的官网 行政许可及信息公开 申请受理服务中心的 审批进度以来 就出现了瑞银证券 股权变更的申请 而且状态显示是 以获受理 根据了解 该申请的事项 是瑞士银行有限公司 你将持有的瑞银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权比例 从24.99%增至51% 那么实现 对瑞银证券的绝对控股 我们再来看一下 用户的数据泄露事件 不仅是把脸书公司 置于了舆论的焦点 更是把剑桥分析公司 推到了风口浪尖 在2号的时候 剑桥分析公司就宣布 由于整个数据泄露丑闻 导致了用户大量的流失 公司将在美国和英国 关门停业 同时寻求破产保护 当天 剑桥分析公司表示 发生在3月的数据泄露事件 使得公司客户锐减 已经到了无法继续经营的地步 舆论压力和媒体的高度关注 让公司绝大多数客户和供应商 结束了与剑桥分析的合作关系 此外 有报道称 公司宣布破产的决定 还与数据泄露丑闻 带来的高额法律费用 罚款等有关 有消息称 公司在2016年美国大选周期内 曾入账1500万美元 在因数据泄露丑闻 遭到监管机构调查后 再没有一个美国联邦级别的 政治客户 最近几个月 大部分商业客户也已流失 据报道 剑桥分析在英国的业务 已经全面停止 在美国的所有办公室正在关闭 美国员工被要求 归还钥匙和电脑 来看一下根据CNBC的报道 特斯拉汽车 2018年第一季度的财报 就显示 该季度的净亏损是7.85亿美元 昨天在第一季度财报的 电话会议当中 马斯克承诺将会在本月 进行重组 他说对于第三季度 实现盈利感到非常有信心 这虽然说并不是一个 确定的事情 但是认为这很有可能实现 但是当一位华尔街的分析师 追问特斯拉Model 3毛利率的时候 马斯克非常不耐烦地 切断了他的电话 并且表示问题十分的无聊 消息传出之后 特斯拉的股价一度下跌 超过了5% 不过当天的电话会议当中 这位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 还是非常热心地 回答了其他人的提问 比如说年仅25岁的投资人 视频网络红人加里罗素 就被允许多问了好几个问题 在回答罗素的问题的时候 马斯克还透露说 预计特斯拉即将推出 电动跨界车型Model Y 那么将于24个月之后投产 投资消费 互为机会 来看一看有什么财富新角度 美味正流行 鲜脆干美的鼠丝 马介修 带你品尝地道澳门的味道 物价上涨 韩国4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出炉 农产品价格水涨船高 野花经济 葡萄牙阿尔加为物种丰富 野花也去 助力当地的旅游经济 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全球美味正流行系列节目 在2017年 中国的澳门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了 创意城市美食之都这样的一个称号 那么更是有越来越多的游客 可能是慕名而来 在澳门的这个大街小巷的寻找着美食 那除了像非常著名的蛋塔呀 猪扒包等等街头的小吃 普世的美食马介修呢 其实也是大家不可不尝的一道流行美味 马介修由葡萄牙语音语而来 实际上就是用延腌制过的银血鱼 配合鼠丝的马介修是葡萄牙人的家常菜 在澳门的普世餐厅比比皆是 但要说最地道的 还要数坐落在下环街路边的海湾餐厅 备料有新鲜的洋葱 青椒 蛋液和普世腊肠 薯条 黑水缆 到主料马介修的时候 只见师傅横刀用力拍打之后 用手将它撕开来 师傅解释说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更自然 所有一切材料就绪就等着下锅了 这里虽是普世餐厅 炒这道菜用的却是中式锅炉 因为中式锅炉慢火高温 能有效除去马介修中的水分 使它不至于太湿而影响口感 洋葱的甜 青椒的香 薯丝的脆 配上肉质鲜美的马介修 让人流连忘返 因为我都改良了很多 我和你去葡萄牙 你吃的葡萄牙跟我们不同 因为我要適合亚洲人的味道 那个浓味 因为葡萄牙人吃的葡萄牙很浓的 很咸的 很咸的 我们亚洲人就不喜欢吃那么甜 那么咸的 那么我们都要有调 哇 好好吃啊 好正啊 嗯 这些又有咸鱼的味 又有 这些什么薯丝 来自葡萄牙的 好爽 好脆 真是一拳一拳 好吃 好吃 马介修在葡萄牙 有至少一千种不同的吃法 每天换花样不重复的话 可以吃足三年 可以说 没有马介修的葡萄餐厅 绝对不是正宗的葡萄餐厅 澳门地道的葡萄菜 通常价位在人均50到500澳门元不等 一盘200澳门元 约合人民币160元左右的 属丝马介修 能够至少两人共享 在当地可以算是 物美价廉的一道流行美味了 再来看一看 根据韩国统计厅 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4月份 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同比上涨了1.6% 其中的农产品的价格的涨势 尤其的明显 比如说像土豆 它的价格是同比猛涨了76.9% 创下了14年以来的最大涨幅 数据显示 4月 韩国消费者价格指数的涨幅 创下了今年新高 各项目中 农产品价格的同比涨幅 达到了8.9% 为去年8月以来的最大值 是推升整体物价的最主要原因 其中土豆受到去年夏季 冬季极端天气的影响 储备量和产量双双下滑 价格同比猛涨了76.9% 目前市场上 一斤土豆的售价超过了4000韩元 约合人民币24元 此外南瓜 萝卜等蔬菜价格的涨幅也在40%以上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 抬高了食材成本 再加上人工费 商铺租金和税金的上涨 严重挤压了餐饮店的利润空间 加剧了从去年10月开始的餐饮业涨价趋势 上个月 韩国外出就餐物价同比上涨了2.7% 对整体物价的拉动程度仅次于农产品 国民小吃紫菜包饭的价格涨幅达到了4.9% 冷面 排骨汤等 其他韩国人外出就餐常吃的菜品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 为了稳定农产品价格 韩国政府采取了提前出货 投放储备量等措施 并正在推进对农产品流通结构的改善 不过预计要到6月春土豆 春萝卜等上市后 农产品价格才会有明显的回落 近年来极端天气对韩国物价的影响 越来越明显 分析指出 韩国政府急需拿出有效措施 来减少极端天气对农业的冲击 才能从长期保证物价的稳定 提到花海呢 一入我们脑海当中的 常常是缤纷美丽 但是呢略显工整的人工花海 而今天我们想带大家看到的是 葡萄牙的阿尔加维 那些自然生长的野草和野花 阿尔加维是葡萄牙最南部的一个大区 地理位置上虽然已经在大西洋沿岸 但东面实际与地中海处于同一海岸延长线上 4997平方公里的面积 只有北京的大约三分之一 但从海滨到山地 峡谷到内陆平原 丰富多样的气候环境 使这里拥有了大批植物物种 阿尔加维是葡萄牙南部大西洋岸边 受到各国游客青睐的风景圣地 对于在春夏到这里的人来说 给他们留下持久印象的 是这里物种丰富的野花的画面 从高山牧场与林地之间 甚至到海边的悬崖峭壁 自然生长的多种野生花卉 使这里成为重要的动植物的栖息地 每年1月到5月 是阿尔加维初春到入夏的季节 如果人们选择在这个时节前去旅行 只要从住宿的地点步行 向野外的地方随便走走 就能够遇上大片大片的野生植物 到处都是成千上万 随风摇曳的皇冠雏菊 去买菜 薰衣草花海 中间点缀着蓝继花 陆蕊乌头 兴戒 园叶景葵等等 而在没被圈入牧场的区域 还能够发现野生糖昌仆 柳川鱼 芒炳花等各种色彩鲜艳的花卉 同时那里还是蜜蜂兰 居叶兰等一系列野生兰花的栖息地 成为葡萄牙甚至欧洲的生物学家 进行物种调查的基地 旅游业一直是葡萄牙的支柱产业之一 而阿尔加维是以它非常独特的生态系统 还有完善的服务设施 成为了葡萄牙旅游经济最大的贡献者之一 2017年葡萄牙旅游经济发展迅速 全年接待的游客人数达到全国人口数的两倍 而据葡萄牙酒店联合会的统计 阿尔加维地区当年酒店入住率已经达到65.5% 接近2000年前后葡萄牙旅游业黄金时期 这里全年接待游客710万人次 以150亿欧元的营业额成为给葡萄牙旅游业 贡献最大的地区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 阿尔加维当地政府花费巨大精力保护的 是这里野生花卫的自然生态 这里不同的地区 其实有多种罕见的植物种类 他们与地区的经济 不是为了自己的产品 他们与地区的经济 主要是在旅游业 是一部分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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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部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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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很多经过人工绿化 和环境维护的国家和地区 人们会使用大量除草剂和杀虫剂 导致很多野生花卉消失 但阿尔加维基本维持了 当地植物的原生状态 各类物种完全以自然状态生长 在耕地边 道旁 山谷 牧场 等等各个角落 只要没有人类耕作的地方 就会有野花显现出蓬勃生机 科技改变世界 今天的环球科技您将看到 绘画野智能 人工智能变身画家助手 画作标价超过10万美元 科技助力医疗 3D打印技术辅助手术 英国三岁男童成功移植 父亲肾脏 方便又快捷 英国送货机器人升级新技能 送餐更快捷 我们来看一下最近几年 人工智能是飞速地发展 很多的行业都可以看到 人工智能的身影 现在甚至连画画这样的一种工作 都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完成 美国画家巴纳比·富尔纳斯 正在一款智能机器人的帮助下 完成自己的画作 他从一家新兴科技公司 定制了这个机器人 这个机器人配有光学跟踪系统 可以捕捉人类画家 在绘画时的动作并学习 从而能在画布上 绘出相似的图画 画家只需要给机器人 输入预设的指令 他就能帮助画家完成画作 这款机器人已经帮助 富尔纳斯完成了大量作品 他可以执行一些 非常精细的绘画工作 减轻画家本身的绘画压力 比如这幅画作里 野牛身上的上千根毛发 就是由这个机器人完成的 这些由富尔纳斯和机器人 共同完成的作品 现在都在纽约一家画室里展卖 标价在85美元到11万美元不等 富尔纳斯和他的同事们认为 相比于作者 作品本身的质量更重要 人工智能已经在棋牌 电子游戏等领域战胜人类 虽然目前在艺术创作领域有所进步 并且有助于提升专业创作者的效率 但专家认为 人工智能的创作 还只是基于大数据的模仿 离真正人类的创作智能 还相差很远 不过不仅仅在食品和艺术品的方面 在3D打印技术 在医疗领域 其实也具有相当大的优势 目前在英国 外科医生正在将3D的打印技术 应用于一些复杂的 高危的肾移植的手术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 德克斯·克拉克近年三岁 今年一月前 因为严重的尿流梗阻 导致整个尿路的功能障碍 他需要接受肾脏移植手术 他的父亲布兰登 想把自己的肾捐献给儿子 但是由于布兰登的肾非常大 不能直接移植到儿子德克斯身上 这给肾脏移植手术 带来了很大困难 2015年 世界上首次使用3D打印技术 成功将成人肾脏移植到了儿童身上 因此外科医生尝试用 父亲布兰登的肾脏模型 和儿子德克斯的腹部3D模型 来判断手术的可能性 我们在医生团阻众 看到这个模型 看到肾脏移植 他们觉得这个手术移植成功 当然我们必须确定 它对肾脏移植 后我们把肾脏移植 但我们觉得这个手术移植成功 基于这个模型 由于3D打印技术的帮助 德克斯的手术获得了成功 虽然3D打印 只是复杂手术中的一小步 但对于德克斯来说 这是向更加健康的未来 迈出了一大步 鉴于3D打印具有潜在的商业机会 外科医生相信 有一天 这种技术能够打印出 真正的生物功能性组织 繁忙的日常工作 让很多的白领 是不能够及时地吃上一口热壶饭 不过今年的年底 这样的一款 由2014年的时候 由英国研究人员研发的 送货机器人要添新功能了 那就是送外卖 当你需要点外卖的时候 只需要使用一款手机的软件 就可以轻松地下单 那做好的饭菜 会由人工装入外卖机器人的内部 机器人就可以出发了 那么外卖到了之后 使用手机打开机器人的盖子 那么接下来 就可以享受一顿美味的饭菜了 欢迎回来我们的直播继续 调侃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 各界名流 已经成为了白宫记者协会 晚宴上的一个经典节目了 但是今年 他们显然玩得有些过火了 特别是晚宴的主持人 米歇尔沃尔夫 毒蛇调侃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那结果引发了强烈的争议 4月28号 白宫记者协会晚宴在华盛顿举行 由于跟媒体一直关系不和 美国总统特朗普像去年一样 并没有出席活动 尽管如此 晚宴主持人 协星米歇尔沃尔夫 一开场便将矛头对准了特朗普 他说 他之前准备了一些笑话 后来都用不成了 因为他要嘲讽的官员们 都被特朗普炒了鱿鱼 白宫发言人桑德斯 更是被嘲讽得体无完肤 沃尔夫讽刺桑德斯经常说谎 但他拿桑德斯的外貌来嘲讽 遭到很多人的抨击 美国总统特朗普 4月29号也发推特说 所有人都在说 白宫记写晚宴是一个巨大的 无聊的灾难 这些所谓的邪星 真的是嗑药了 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多家媒体 已经向美国记者协会施压 要求他们明年取消这个环节 该组织的董事会正就此进行协商 不过沃尔夫却表示 他认为自己没有错 一个词也不会改 我们看到印度的太基林 是被誉为世界上最为浪漫的建筑之一了 然而就有游客发现 这座圣洁的白色宫殿 正在慢慢的变绿 原来由于太基林附近的 河流污染非常的严重 那么河水当中的藻类疯长 自生了大量的昆虫 昆虫是将一种绿色的物质 排泄在大理石的墙壁上 让太基林隐隐有了一些绿色 此外由于空气的污染 白色的大理石开始发黄 有的部位甚至是已经变黑了 2015年印度政府 曾经是首度给太基林洗澡 并且计划在2018年 实施一个游客的限流政策 我们再来看一下去年的11月份 来自巴西的冲浪高手 罗德里哥考克斯 曾经在葡萄牙征服了一座 高达24.38米的巨浪 近日罗德里哥的这样的一个成绩 是被吉尼斯世界纪录确认了 并且在社交媒体上 发布了这一段惊险的视频 在画面当中 罗德里哥是凭借着 非常高超的技巧 在巨浪当中 快速地滑行 自由地穿梭 最近有一场趣味的滑雪赛 是在俄罗斯的 叶卡捷林堡举行 参赛的选手 是身着非常滑稽的装束 是从坡到滑下 冲进了游泳池当中 节目的最后 我们一块去看一下 关注国际财经报道 请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中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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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